這陣子可能有很多民眾都在煩惱都可以買到機能 其實現在水底也沒有意想的提升 很多挑剖業的持育方式也都開始在進行 繼續來看這間業者 他們就沒有各種育育關於人家 只是採取到項目的方式 讓育育可以擁有更好的生活品質 所生下來讓更加健康 快樂的雞仔才有發得生産、好吃的男人 近年來水底動物好理意識的升官 有越來越多的經濟動物的生活品質受到項目 橫木雞仔作為一個新的出色 也讓很多有理想的年輕人 決定來加進這個三年 我們從畢業之後 那時候講起就是 那時候是當公安人員 公安人員那時候我覺得薪水還不錯 可是那時候認為說 可以回來家裡打拼 也是一個未來的前景 所以一開始我回家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來養火雞 是嘉義有名的火雞、肉飯的火雞 但是火雞畢竟它比較小眾市場 所以在整個銷售跟飼養上 它比較封閉也比較局限 漸漸這兩年因為一些供應的來源的問題比較嚴重 所以我們就漸漸的退下來 但是退下來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會產生 因為本身家裡就有這幾個飼養廠 那這些飼養廠該如何去做轉換跟生存 那時候才在想說 就一樣的專業 那再去做不一樣的變化跟轉換 其實一開始會想說做友善放牧 而不是從農事 我覺得年輕人會有一種理想跟抱負 會覺得說 人家那種政策跟未來的規劃還有 不就生活就應該是這個樣子嗎 我們都喜歡自由 那為什麼我們想要飼養的這種動物 它在替我們賺錢 它為何不是在自由的狀態下去做生存 對 所以一開始其實很天真的去認為說 我們就是 反正很多理想嘛 總沒有去考慮到那麼多的現實面 所以一個很滿腔熱血就投入在 所謂的平飼啊放牧這種友善飼養上面 比起過去在養肉飼的經驗 要先散出好的方向技能 需要注意的目的 是全部都不能做 一開始我們進入這個產業的時候 雖然都是養飼啦 但是很大不同就是 大小隻差異性非常大 我們一開始養的火雞 一隻大概有二十幾公斤 二十至二十八甚至到三十公斤都會有 那現在這種淡機的話 它的體型很小 可能從剛開始是1.5公斤左右 到我們在生的時候 其實末期中後段也才1.9公斤啦 第一個是大小肉差很大 第二個就是它的習性跟天性也差異蠻大 對對對 然後困難的話其實應該這麼講 以前是養肉 所以很簡單一件事情 不需要做所謂的光照啊 不需要關心它吃的營養 該怎麼調整啊 就是很單純 以前就是把它養胖 那現在是要給它吃剛剛好就好 那在蛋的風味上會影響 就最直接就是從它吃的東西 會影響它蛋的風味 在環境上 為了讓雞仔有良好的生活品質 蔡昆臣生死在雞條的設計上 也處處都是用心 我們現在在這個平室放牧的飼養場 那 最主要它產蛋的時間 它都會在室內去做生產跟吃飼料喝水 那它到戶外的時候只讓它做活動啊 然後玩耍並不會讓它在外面採食啦 所以它會盡量讓它在早上 跟下午要出門之前要餵飽它 讓它吃飽喝足 然後出去玩耍 那等它玩累了呢 它晚上自己就會回來吃飯喝水 這個當然現在這個是我們的飼料桶 就是它吃的東西 那上面紅色那一條就是它喝水的 我們所謂的水餡 那用這個水餡的好處就是 減少喔 雞隻在喝水的時候 那些水不必要的溢出來啊 還是說把它打翻啊 所以它進來雞之後它的味道會相對比較低 因為越乾燥它就越不臭 那 現在這一套設備它是 比較好的優點就是說 它有一個高床 所以雞在上面吃吃喝喝的時候 它就會大便 所以大便都會在高床底下 減少它直接接觸到大便的這個機會 那另外地板上這個是它活動的區域 這個活動區域其實會增加 它在這邊它的大便就跟沙子一樣 它其實可以直接洗沙玉 那這個呢就是所謂的 這一組就是漆架 我們機設的兩側啊 就活動空間都會放漆架 他們晚上睡覺的時候啊 他們其實都會上漆架 或是上高床上面去睡覺 那其實為什麼它會進去蛋箱裡面生喔 我們的機會直接到蛋箱裡面生 生完之後蛋會統一集中在輸送袋 那個輸送袋突出去 因為相對在整個環境來講 我們的蛋箱是相對比較陰暗安全 那它也比較舒服啦 就是陰涼或是說冬暖夏涼 就是它不會直接吹到風 可是夏天的時候呢 相對它是有遮陰的地方 它比較舒服 那有一些雞啊 它出來之後 因為曬太陽嘛 就比較舒服 然後空間又大 環境又好 所以你看它 在這些地上啊 這近區都不太會有雜草 為什麼 因為它一直在洗鯊魚 然後 它會把它全部都挖開啦 對對對 可以看一下這邊 它很好玩 每隻都在洗鯊魚了 放牧機能跟一般的人 餵機能比起來 雖然對球的目標不一樣 不過 雖然不一定每個人 都有辦法去了解 機能不一樣的原因 坦白講 在飼養上 其實它並不會有加分 不管你給它做漆架啦 還是給它做奔放啦 給它做洗 洗鯊魚當然是另外一個程度啦 因為洗鯊魚是為了要 防止它身上這些蟲蠻 躲在它羽毛裡面 不過你給它去在室外的 就是室外在那邊奔跑跑來跑去啊 吃這些雜草啊 還是它可能野外就有東西就吃 其實這對飼養上有一定的成本 它反而是會增加成本 不過相對對 這隻雞 它本身是非常棒 因為至少它是比較自由自在 它不會每天的空間就是那麼狹窄 所以就會反過來就是說 飼養在平飼跟放牧 它的成本反而是提高的 因為你要更小心的是 天然的 在地上吃的東西 它會有什麼 會有寄生蟲 會有一些昆蟲類 那昆蟲類就會導致它 腸道的一些不健康 因為它雖然早期可能吃這些東西 因為早期我們不會注重在它 每天都要生蛋嘛 那現在我們要追求效益的時候 就要去想說 我們就要額外再添加一些草本類 精油類 讓它身體做一個自然的驅蟲動作 也因為這樣 荒蟲技能在土地說上 需要更多的開力 其實在未來上 我們會更專精在 飼養跟品質的控制上 那最主要我們會把重心再著重在 銷售 那銷售的部分會有一些通路商來配合 我們可能會朝向農會的體系 還是說有各大超商也OK 不過當然 我們目前的量是無法供應給 其他這種超市啊 生鮮的平台 那農會的話 因為它是有區域性 那我們還是可以少量的接單 因為目前我們在養量其實不多 當然我現在就會覺得說 這些理念就是 第一個我們希望可以達到 真的對友善環境 友善動物的飼養 那相對我們在吃的時候 也會對這些食材的把關跟健康類 大致上我們 我們現在朝的方向會是這個樣子 去吃飯家園 才訪報到 那天啊 我們也要想要去吃這個樣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